国际涅价止跌反弹 以美国通路为主的大成钢今年的EPS 渴望交出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反指出大成钢第四季受到了库存跌价损失的影响 获利预估是会比第三季下滑 但是预料仍然有小幅盈余 不至于会影响前三季的获利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焦荣再会